他剛剛在台灣退休了 國中 哎唷 投訴 Howard中間 殺他進來的分 在四分他就可以拿下他的生涯 一千分 底線這裡 三分外線的機會 Howard請下進分籃板 後來 step down 奈克12號 來 班特夫 對 Howard 出場的國立體育大學體育館 今天擔任特別的這個來賓 今天魔獸要不要打 然後能夠打出怎麼樣的表現 那麼在雲豹這裡則是陳孝榮 盧傑銘 曾領富 愛夫婆還有霍華德 陳孝榮 來到一千分啊 也是一個對他來說 一個很重要的禮稱盃 沒錯 沒分王 對 而且愛夫婆其實不需要去證明 陳孝榮看了一下籃框 曾頂富外線 控擋防守 沒有上來 第三線的協防啊 對 那雲豹隊這裡滿好的一個情況 對 籃框拉下來 而且 能夠在台灣退休了 魔獸 哎唷 喔 喔 我們稍後休息等一下再回來 對 對 對 籃球 籃球拉拉隊都來了 好 那雲豹隊今天在 對 POWER中間 好 殺進來根本 根本 再回給魔獸 要注意進攻 時間剩六秒鐘 魔獸撞進來 加油 造成的範圍 而且上一場比賽 他也是差點拿下的大三元 但他這個火鍋是一樣的困難 對 真的很驚人 等於說每個禮拜 都要去抽這個膝蓋裡面的積水 板凳的深度的話 當然又是中心特攻力優勢 對 沒錯 所以雲豹隊在今天比賽的一開始 發揮算相當的順利 但是在首節後 那這也是可以顯現出他 更多的價值啊 哇 這時候倒是靠 魔獸的這個燈板 是 殺進來 這個比賽當中啊 需要去更多去負擔進攻上火力 對 去協防的動作去限制Howard 命中率啊 他在T1聯盟的罰球率跟 命中率跟NBA的罰球命中率 其實是有可能 再給出來盧傑敏 魔獸 撞進來卡斯犯規了 在賽前累積了 Dewye本賽季 罰球出手 命中率對我們認識的Howard 真的是很不一樣 Howard三分 下圈 地板球 應該說中間的一空手機 要給彈球跳舞 Howard 另外一邊艾夫國外線 跳投出手沒進 錯話在四分 他就可以拿下他 生涯一千分能夠 哇 這種強而有力的進攻到籃下 去製造他們的犯規啊 對 如果魔獸更加積極的話 這個 有時候在第四節的時候 會體現得更明顯 因為你的 不管是 剛剛當良兵的update 蓋了一個火鍋啊 真的不容易啊 OK OK 前這個小朋友的這個蛤蜊湯 喝起來好像是有用的 那不是是給艾夫國的嗎 對啊 剛剛艾夫國是對人 不對球的情況下 那裁判一定是會吹 魔獸其實也不需要蛤蜊湯啦 而且今天的這個 現場啦啦隊真的是蠻多的 他打起來真的是效率也很高啊 這有關係嗎 好 是還不錯的 POWER給中間的劉援凱接球 再給另外一邊 這裡三分線外的機會 加油 魔獸 斜防過來 但是籃底下沒有... 好,那半場打完呢 這場由中興特攻對上 是霍華德拿下了十六分 十個籃板 Double-Double是半場得分 再去協調出手次數 這或許是下半場的一個 一個關鍵 因為之前在賽後訪問的時候 魔獸也有點出 十五啊 黎化教練在第三節做了一個調整 原本今天比賽是魏嘉 一個射手啊 那他曾經也在單場比賽當中 有爆量的三分演出啊 在聯盟的三分球... 找到另外一邊 這裡黃醫生的機會三分 沒有投進 籃板球魔獸搶下來 所以這就是其實 雲豹常常碰到的問題 不管像剛剛您提到的 上半場這個第一節開始 那個雲豹的... 沒進 好玩真巧 進攻籃板拿到 全被... 需要去改進的 魔獸轉身 要到犯規 能不能拿出當年他那個... 像是帶領奧蘭多魔術隊那個 超人般的表現 對 魔術是 一個單核 然後四個... 配四個外圍的球員 對 然後豪爾操走了這個球啊 那又一波又失誤了 然後又讓謝亞軒 投進了一個三分球啊 所以... 鄭偉在交low pose 另外一邊 三分外線的機會 出手 沒有... 加了很多的能量 豪爾的三分球把握住了 魔獸三分 家豪的防守 Davis 靠近籃框 出手 得分 長困難了 現在中信特攻 團隊得分 全面啟動了 上半場 其實就說 三半球的數量對比是42比28 是 不用魔獸三分團進去 而底線這裡 三分外線的機會 豪爾搶下進攻籃板 後來 step down 再轉移 再 extra pass 羅正鋒的三分沒進 對 卡斯 71比88 魔獸要撞進來 羅正鋒三分 出手 鋸 這個機動性啊 制度啊 都是有潛力的啊 進攻上面也沒有太多的戰略 跟去調整啊 以及在自己的進... 一千分里程碑 也是T1聯盟首位 達到生涯一千分的球員 金北給中信特攻 來贏下比賽 那中信在贏球之後 收下了十三連勝 賽後魔獸 看著場上的一個情況直搖頭啊 剩下還有四場的比賽 那當然他也跟教練討論一下 那最終雲豹隊在主場 沒有辦法贏下勝利啊 他們是以108比92 輸給了中信特攻 比賽 分比賽 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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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